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推出了日韩文物特展 在开幕活动中 小朋友以日韩两国舞蹈带来了精彩表演 现场还准备了日韩传统美食 让与会来宾有一种疫苗出国的feel 校长江梦佑就表示 展出期间除了有静态图文介绍和导览 还有折纸鹤服饰体验等等 希望借此来开拓孩子们的视野 培养国际观 小朋友身穿和服 在大风国际文教中心前表演精彩的日本舞蹈 随后上场的则是现在最夯的韩国K-pop舞蹈演出 让现场顿时之间感受到日韩两国不同的文化风格展现 继非洲展之后 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推出了日韩文物特展 校长江梦佑表示 这次的展出包含了动静态 静态包括图文介绍和各式各样的文物用品 动态的部分则有折纸鹤服饰体验等等 静态就是一个导览 日本跟韩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导览 那另外也有实作像比如说衣服 传统衣服的一个试穿啊 那还有他们有一些像那个特别的文物的一个制作 类似这些 在开幕活动中还特别准备了日韩两国的传统美食 像是韩国的鱼板 日本的红豆饭等等 让在场的与会来宾感受一秒出国的feel 大风国小校长江梦佑希望借由丰富的展出 将世界各国文化带入校园 开拓孩子的视野认识多元文化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体验文化 让他们可以了解到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些文化 我想我们没办法花大钱带孩子去国外 但是我们可以把世界带进来 可以做好一个国际教育 大风国小国际文教中心日韩文物特展 将展出到明年年底 展出期间学校会安排各班前往参加导览解说活动 让每个孩子透过特展都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 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进而培养国籍观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